《成欢记》证明杨子已成爆款制造机 还有三部高质量代播古装剧 《成欢记》的魅力似乎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却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这部由杨子、徐凯等明星领衔主演的剧集 在央视的播出引发了观众们的狂热追捧 其收视率持续飙升 连续多日突破2的大关 成为了电视影评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每一集都如同一场感情的盛宴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波澜的世界 《成欢记》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让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观众们在剧中的人物《命运起伏》中 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仿佛与剧中的角色一同经历了种种波折与挑战 情感的交织与碰撞 让人心生共鸣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活的情感 他们的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在镜头前跃然而出 观众们仿佛能够听到他们心跳的声音 感受到他们情感的火热与真实 在腾讯视频平台上《成欢记》的热度也持续高涨 一度攀升至3万以上 与宇凤航并肩机身爆款剧集俱乐部 成为了网络平台上的宠儿 这部剧集的精彩程度 让观众们纷纷沉迷其中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剧中的情感戏 更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焦点 每一段感情的起伏 每一次心灵的交流 都让人动容 观众们在剧情中流连忘返 为剧中的每一个情感波动而动容 为每一个角色的成长而动情 《成欢记》不仅仅是一部剧集 更是一场情感的盛宴 它打动了观众们的心灵 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真实 在这个充满情感与温度的世界里 《成欢记》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 引领着观众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感情境界 杨子的演艺生涯如同一场灿烂的星河 它的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一颗闪耀的流星 照亮了观众的心灵 在它的主演作品中 《余生请多指教》和《长相思》 第一季的成功已经让人们见识了 它的演技与魅力 而如今 有一部作品在腾讯视频上点击量突破了三万 这个数字让人惊叹不已 杨子主演的作品在腾讯视频上 点击量破万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百 这足以证明它在演艺圈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仅是点击量的背后 更是对杨子出色演技和扛剧能力的再次肯定 它的每一个角色都生动鲜活 每一场戏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冲击和力量 近年来 它主演的《香蜜亲爱的》 《热爱的余生请多指教》 《沉香如谢》和《长相思》等作品 都成为了爆款剧集 其惊人的表现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在90后女演员中 杨子的数据表现堪称断层是领先 她的表现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她敏锐地捕捉角色的内心世界 精湛的演技和超凡的魅力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她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爆款制造机 她的每一次出演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演艺圈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杨子用她的才华和努力诠释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她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了情感的真实和力量 她不仅仅是一位演员 更是一个情感的传递者 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一场心灵的震撼 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真实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整个演艺圈的骄傲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观众们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感动 在《成欢记》中 麦成欢这个角色在杨子的演艺下 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她的表演给这个角色注入了丰富的情感色彩 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 杨子都能通过微妙的眼神变化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仿佛能够触摸到角色的真实脉搏 这种表演的细腻感动了观众的心灵 杨子对角色的深入刻画展现了 她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 她将麦成欢的内心世界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们感受到了角色的真实与生动 在剧中 麦成欢从依赖他人到自我成长的转变 成为了全剧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而这正是杨子精准把握角色心理 细腻演绎的结果 杨子的表演不仅仅是演技的展示 更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 她通过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仿佛能够跟随着角色 一同经历情感的起伏 她用心演绎每一个情感场景 使得角色的形象更加丰满 更加立体 观众们对她的演技赞叹不已 杨子与角色之间的年龄 契合度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她不仅仅是演员 更是角色的化身 她将自己融入到角色之中 用真挚的情感去演绎每一个情节 使得角色的形象更加鲜活 更加生动 她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了角色的成长与变化 使得观众们对剧情的投入度更加深厚 杨子的精湛演技让观众们无法忽视 她用自己的表演打动了观众的心灵 她将每一个细节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让角色的情感更加真实 更加动人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一种演技的展示 更是一种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 观众们为之动容 为之倾倒 杨子的演艺生涯可谓是佳作连连 继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之后 她还有三部精心打造的古装剧 即将亮相迎评 其中备受期待的就是《长相思2》 该剧定于暑期档与大家见面 《长相思1》一经播出 便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 而《长相思2》更是让粉丝们翘首以盼 在这部续集中 小妖与四位男主角的情感纠葛将进一步升级 诸如香柳抢婚 涂山景再次下线等精彩桥段 无疑将再次点燃观众的热情 正因如此《长相思2》一直保持着极高的人气和热度 预约观看的人数早已突破500万大观 在新剧开播前就能达到这一数字的 除了庆余年 可谓寥寥无几 《国色芳华》这部正在火热拍摄中的古装大剧 以女性励志 商业斗争及浪漫爱情味核心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尤其是杨子与李献这对备受瞩目的荧幕搭档的加盟 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这部剧的题材和阵容都让人感到兴奋 似乎它将会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 杨子在剧中以一身华美的唐装亮相 她的发型与服饰皆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精致 每一个细节都仿佛散发着古代皇宫的奢华气息 这样的造型不仅彰显了角色的高贵身份 更展现了剧组对于打造高质量作品的决心与努力 让人对这部剧的制作水准充满了期待与信心 这部新剧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魅力与激情的古代世界 其中的女性励志、商业斗争以及浪漫爱情元素 都将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古代背景下 女性的角色注定会承载着更多的期待与挑战 而杨子将会用她出色的演技 为这些角色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情感 让观众们对剧情充满了期待 杨子与李献这对荧幕搭档的组合 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互动将会成为剧中一大亮点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演技碰撞 必将擦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火花 让观众们享受到一场视听盛宴 《国色芳华》这部剧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 都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期待和信心 相信这将会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无论是古代的风情万种 还是人物的情感纠葛 都将在这部剧中得到精彩呈现 让观众们沉浸其中 忘记时间的流逝 在这个充满魅力与激情的古代世界里 《国色芳华》将会为观众们 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古装盛宴 让人期待不已 这部剧的诞生将成为电视剧界的一大亮点 值得期待着她的到来 以及杨子和李宪带来的精彩表演 《成欢记》这部剧 以其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和群像描绘而备受瞩目 演员阵容同样不容小觑 汇聚了为哲明、张亚钦、图松岩、许灵月、 童梦石、邵云、沈梦辰等 多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不仅如此 令人惊喜的是 李宪和杨子的二度合作之外 还有两位美女许灵月和 00后新星包晨曦也加盟了国色芳华 许灵月饰演毛永新 而包晨曦则扮演前多多 一个是麦成欢的亲密闺蜜 一个是她的得力下属 看来 他们都追随杨子的步伐 在古装剧中继续书写着 属于自己的辉煌事业篇章 青三行这部曾经积压已久的剧集 终于在重制之后迎来了新的曙光 而彭观英接替原男主的位置 更是为这部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过重制的青三行 将会凸显杨子的大女主地位 让观众们期待不已 剧情节奏与质量都将更上一层楼 同时 探案题材的独特魅力 也让这部剧集充满了黑马潜力 引发了广泛的期待和关注 彭观英接替原男主的位置 给这部剧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他将会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诠释角色 与杨子的搭档必将擦出火花 为观众们呈现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他的加入无疑让青三行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让人对这部剧集的期待值更上一层楼 众志版的青三行将会凸显杨子的大女主地位 他将以更加成熟和魅力十足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演技和魅力 他将带领观众们走进一个充满谜团和挑战的世界 用他的精湛演技为角色注入更多的情感和内涵 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判案题材的独特魅力也让这部剧集充满了黑马潜力 观众们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每一集都将会是一个谜题的解开 每一个案件都将会是一场精彩的挑战 观众们将会跟随着剧情的发展 一同感受到紧张刺激和惊险刺激 这种紧张的气氛也让青三行成为了一部备受期待的热门剧集 青三行的重制版无疑是一次值得期待的全新尝试 剧组的努力和付出将会得到观众们的认可和赞赏 这部剧集将会是一次观众与剧组共同成长的过程 相信它将会给观众们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 让人期待不已 青三行这部作品的制作即将接近尾声 而它的上线计划也仅随着《长相思2》之后 随着杨子近年来的声名雀起 它的影响力已经如日中天 为青三行的前景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使得人们对它的期待值不断攀升 杨子作为当代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 它的演技和知名度已经不言而喻 在过去的作品中 它所饰演的角色无不深入人心 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 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加盟青三行 无疑将为剧集带来新的活力和魅力 让人对这部剧的期待不断攀升 随着《长相思2》的上线 观众们对于青三行的期待也随之升温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它融合了励志、探案和浪漫等多种元素 呈现出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 而杨子作为女主角的加盟更是让人充满了期待 相信它将会为剧中的角色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情感 让观众们沉浸其中 感受到故事的魅力 杨子近年来的声名确起 它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演艺圈 更是深入到了观众的心中 它的每一个作品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它的加盟无疑为青三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 使得这部剧的期待值不断攀升 青三行将会是一部级情感 探案和古装于一体的精彩剧集 它将会为观众们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 随着杨子的加盟 相信这部剧将会成为当之无愧的热门话题 吸引无数观众的目光 成为电视剧界的一大亮点 无论是剧情的精彩 演员的演技 还是制作的用心 都将成为青三行吸引观众的法宝 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 每一位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 他们的精心打磨将会使得 这部剧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相信观众们期待已久的 青三行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 肖战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即将与观众见面 这一消息让粉丝们异常兴奋 在这个备受期待的时刻 关于他接下来的动向也成为了热议话题 网上流传着各种关于肖战未来计划的爆料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可能会拍摄一部文艺电影 而且合作导演更是双料最佳的许安华 这个名字无需多言 他的作品合作过无数影帝 影后实力不容小觑 更令人惊喜的是 据爆料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江世当红顶流流一飞 与肖战的强强联手让人期待不已 对于肖战粉丝来说 《射雕英雄传》的上映意味着 他们将能够再次见到偶像的精彩表现 这让他们异常兴奋和期待 肖战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肖战未来可能参演的文艺电影也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合作导演许安华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期待 他的才华和实力未受业内认可 而肖战与刘亦飞的强强联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合作必将擦出火花 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肖战的演艺之路一直备受关注 他的每一次进步和突破都成为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他未来的动向更是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他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 有更多的表现空间 展现出更多的演技和魅力 肖战与刘亦飞的合作让人期待不已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将为这部文艺电影注入了更多的亮点和看点 观众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也随之升温 相信他们的精湛演技和精彩表现将会给观众们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对于肖战来说 参演射雕英雄传和未来可能的文艺电影都是他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他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见证 相信他将会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成为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偶像 对于肖战粉丝来说 这样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惊喜和鼓舞 参与文艺电影的拍摄不仅能够展现他的演技 还能够让他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拓展自己的表演领域 而与许安华导演的合作更是一种荣幸和机遇 相信他会为这个机会全力以赴 呈现出最好的表现 许安华导演的作品无意不是经典 他的才华和实力备受认可 与他的合作无疑是一种荣幸和机遇 肖战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也充分展现了他在演艺圈中的地位和实力 而与刘亦菲的搭档更是一种亮点 这对实力派演员的联手将会给电影带来更多的看点和亮点 让观众期待不已 尽管目前尚未有官方宣布 而且关于肖战与其他导演合作的传闻也不少 但我们相信肖战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他一直以来都展现出了扎实的演技和职业素养 相信他会选择适合自己并且有挑战性的角色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对于肖战来说 参与文艺电影的拍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机会 也是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相信他会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投入到角色中 用心演绎每一个情感 为观众们呈现出最真实 最感人的表演 这样的消息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期待着看到偶像在新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肖战能够以他独特的魅力和实力 为这部电影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 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 让人期待不已 粉丝们纷纷表示 会跟随肖战的官方消息 等待正式宣布 他们强调了理性对待传闻的重要性 毕竟只有官方消息才是可靠的 肖战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的表现一直备受期待 相信他未来的作品也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对于肖战的粉丝们来说 他们一直都是追逐偶像足迹的忠实粉丝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他们都会全力支持 相信肖战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面对各种传闻时 他们更加强调了理性对待的重要性 只有官方消息才是最可信的 他们会耐心等待 不盲目传播不实信息 肖战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能打动人心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的精湛演技和专业态度 让观众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相信他未来的作品也会继续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 成为影视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此 我们向肖战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期待他未来的表现能够继续精彩分成 希望他能够顺利地完成新作品的拍摄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在生活中 希望他都能够一切顺利 健康快乐 肖战加油 肖战的粉丝们会一直陪伴着他的成长和进步 无论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作品 都会全力支持 相信在他的努力下 他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收获更多的成功和认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